被城门口关着 走不了了 要鸡轿才能开城 天儿不亮不行吗 所以那个时候呢 孟昌军手下又有一位门口出来了 他学鸡轿 他一叫 整个关上的鸡都叫了 那个碎眼朦胧的守官人 哎 鸡轿了 开门 孟昌军跑出去了 这么一看孟昌军就是个杂技团的负责人 他就是叫鸡饼狗盗 就是 口计也有 塑骨的也有 偷冬也有 那了不起 除了孟昌军的故事还有什么故事呢 当时仰视的人很多了 比方说宋国跟楚国在战争的时候 有一位叫兰子 脚踩高桥 手上的七把宝剑 空中这么抛杰 这样下两军都看呆了 那么这场战争就不了了之了 那么就是列子上面记载了这个故事 好 听军一席话 圣诸十年书 汉代四百多年的历史 是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史上 做出卓越贡献的朝代 汉代杂技的卓越成就 首先表现在 它的各种节目已经成为系列 具备了后世杂技体系的主要内容 这在全世界各国的表演艺术中 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那么到了汉代之后 这个杂技有什么发展吗 汉代呢 是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镜的 是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镜的 这一条路上 是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镜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